謝謝主席 請叫曾主委 請曾主委 文明好 世界上資產管理公司處理銀行的呆帳 買斷銀行的呆帳 然後變成自己的資產債錢 然後進行債錢的鎖取鎖回的時候 不受任何法律 等於說三不管地帶 只有台灣這個國家 有所謂的塑膠貨幣以後 信用卡難免會造成呆帳 在美國在日本都有特別法 來保障這種自然人的 這種面臨的這個呆帳問題的一個 處理規範跟應有的權益的一個保障 也只有台灣沒有 所以台灣金融產業不只是一個 這個失落的產業 連金融的立法也是落伍的國家 那一直在過去存迷經濟成長率的追求當中 誰能夠創造營業額 他都是對的 他都是好的 但是相對的 營業的基本社會條件的環境 這個消費者的培養 消費能力的培養 不只受消費者潛力的這個保障是消極的 消費能力的這個培養 這個國家幾乎沒有立法 所以 本西啊非常謙卑的非常卑微的要求 你對這一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進行 半套的銀行業務 銀行是放款啊 他現在是資產公司去進行銀行 過去所放的款的 催收啊 他半套啊 結果 三不管 經濟部說 按照公司法 商業法去處理啊 按照民法去處理啊 就是企業啊 那企業當時是銀行 這個定型式的企業 政策性的放款啊 他利率 是政策定的 他的規範是銀行法規範的 他現在呢 跑到那邊去 公司法民法 這些都是 以公司的營業行為來講 他是兩兆增的企業啊 他企業在哪裡 一開始 是特別立法 所形成的 這個債權債務 關係的規範喔 那現在沒啦 所以難怪他也可以找黑道 也可以電話騷擾 也可以找他的這個十等親 五等親親 親戚朋友同學 去騷擾 那叫警察接入 他的警察不忙死了嗎 那檢察官要接入 這種案件 一天 一千一萬 甚至十萬劑 你為什麼不同 源頭立法 家裡規範呢 那你現在說 沒有我的事啦 第一點 第二點你說 這個治安人 這個 這個債權的 這個轉移啊 出售 已經在 20 102年 2013年嘛 對 但是20 2013年以前咧 這些債權 釋放出去的 轉讓出去的 他們現在 還有多少沒有處理完 所以現在卡爐 卡債主還有多少 他們更生了嗎 跟委員報告 謝謝您提出這個問題 這不是謝謝啊 跟你談 跟你協商好幾次 來協商的時候 他們的態度 是怎麼樣 依法 無法 要求他 所以他就 依法呢 跟你吊鑼鐺 銀行的還好談 資產公司 資產管理公司 沒辦法談 所以現在你說 台灣經濟要恢復動能 拼命 再刺激 在這個 刺激的這個 策略 這種 stimulating 沒有用嘛 因為整個經濟體質 就是有 很多類似這樣的一個情形 卡住嘛 還刺激到救援問題啊 如果他有固定的薪水 馬上來查封啊 至少三分之一啊 所以他只好打零工 不敢投保 不敢公開 所以他是 在黑暗中 在黑暗中 這樣爬行過日子的 簡直比乞討還可憐耶 乞討還公開公然 光天化是說 欸 彥責 善責給我 而且現在 現在這個 目前呢 還誇國企業化 那 所以喔 所以這個 如果你們只是認得這樣 他說 反正就這樣拖過去 那這個問題遲早 不是遲早 是越早解決越好 不然的話來現在啦 那個雙卡問題 所留下來的 這個債務人 現在還沒處理的 還有多少人 還沒處理完的 還還在這一個 躲債的 還在被逼債的 有多少人 呃 這部分我們其實跟委員報告啦 過去 處理了 盡管會協助 還有多少人 有沒有數字啊 數字我等一下再跟委員報告 等一下還要等一下 你今天要來報告這個 來趕快 時間停一下 我的時間都沒了 你看 我這個 introduction 你沒了 我是要問三回 這是國會喔 我把時間暫停一下 好 跟委員報告 我們已經有協助處理 已經有 呃 前置協商的部分 已經16萬戶了 還有多少 這個 卡 卡在的自救協會 他們估計去年 還有80萬到100萬人 還沒有 能夠 所謂的 巧星 不得超生 幾百萬的 就這個數字就好了 我有一大堆數字 我是關心這個議題兩年啊 跟你們私下講 公開講 學商講 齁 2016 誰要選總統哪一個政黨 上來執政 不處理這個問題 經濟的所謂基本面 所謂結構性 就是 那樣的一個 一個大漏洞那邊 這人要 他剛要求薪水 有辦法勒 出國 出國 台灣討不到債 沒辦法勒 你看怎麼辦 年輕人一大堆啊 80%是年輕人 各位人報告其實我們也看到這個問題 所以 也就配合大院的這個提案 所以喔 我跟妳建議啊 是 因為我沒有資料 我沒有那麼多的人力 我跟妳建議 那個時候 系統性 全面性 整體性的對 銀行的呆帳 從這個打消 你為什麼不弄一個準備金 弄一個柱度 設一個柱度 齁 來對這些卡爐做一個解放 做一個解放啊 放生以後 他長大了 再回來拔毛啊 各位人報告 這一部分其實我們有做 就是換工股的 今年呢 那個 那個作用有限嘛 利率稍微調一下 結果它滾滾滾 你調的利率 對它的幫助 一個手就沒了 就被抵銷掉了 各位人報告 今年 资產管理公司 特別把 把這些 比較弱勢的 把它賣給今年 那今年就不再催收 其實我們這方面 做了幾十萬戶啦 來 來看看那個 債務問題 惡化所引起的 台灣的社會問題 好 2006年 債務問題 這個達到高峰 那個時候是怎麼樣 燒炭自殺的 全家燒炭自殺的 遠離家鄉 躲在流浪街頭的 以有結婚對象 甚至於懷孕 卻不敢 好結婚的 齁 以詐欺販賭 搶奪等犯罪方式 或被迫賣 賺錢 繁債的 通通發生過 社會問題重生 各位報告 那時候為了 2005到2006了 這個有一本小說 叫說 這個世界上齁 最可惡的動物啊 就是債族啊 但現在呢 世界上最可惡的動物啊 不是債族啊 是 是比債族還可惡的 齁 齁 你自己填空是誰啊 齁 齁 把人家趴小買來 買來 自己呢 比原來 那個債族的更可惡 寬更大 因為法律管不到他 幫兇是誰啊 不知道 這個為整體經濟考量啊 齁 所以 既然時間這麼有限 我是 把問題挑出來 我已經關心兩年了 我輸了一大 一大地 沒辦法在這邊 再跟你談 你都沒有事情 沒事情了解 齁 這是台灣的經濟大事 一百萬人的 跟委員報告喔 我還跟你提過啊 人家找到好隊 現在還結婚了 忽然間呢 齁 結婚一個月 這個丈母娘逼她離婚 為什麼 因為 她以前有卡債紀錄 還要留下留下 要提醒也不好啊 所以人間的悲劇 都是我們的制度不全 政府管理不當 或這個逃避管理的責任 所引起的 你如果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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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放 她後她有一些行 都合法的程序 才會被別人離婚呢 要 要 張媽媽買家 給她 要去貸款買貸貸貸 如果要出錢 你又沒有出錢 人家去貸貸 我這個 嚇死我 跟 女兒交給她 這樣就要表現離婚了 齁唷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 謝謝 學委員這個